男人的声音 没有吧 哪儿有孩子啊 年轻也没几个 我们这一片人不多 谁家有几个人 几条狗 我都一心二楚 不会有孩子的 不可能 我妈说她亲耳听见了 小孩哭声 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男人的声音 那你们还是赶紧搬走吧 不是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有问题了 您告诉我 您就告诉我吧 在你搬来之前 那房子里有人上吊自杀过 不可能啊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是我妈妈朋友小英阿姨的 张英 对吧 对啊 死者就是她的儿子马小龙 马小龙 我刚出出搞了没 还没 你催她了没有 催了 打电话没人接 真怎么这么不靠谱 我们跟书商是有合同的 到齐小说出版不了 我们是要吃官司的 你这是要去找她 我赶紧请半天假苏理 我家有点瘦了得处理一下 上点心吧 别也这么不靠谱好吗 你放心 她写不出来我写 这两天我经历的全是灵异故事 先走了 刚刚我正好在跟客户开会呢 开会 开什么会啊 大庆 那个 我这两天都考虑我自己的事了 我都没顾上你 你 你停车吧 我打个车去 你忙你的 不是 你说什么话呢 你的是不是我是吗 那 那个你刚刚还没跟我说 你刚刚有什么事要说呢 我那个房间里死过人 你是想问小龙的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那样 这是我一辈子的头 小龙从小就是一个好孩子 中考 高考 都是全是第一 毕业以后 有几所美国大学 出全额奖学金 邀请她入学 妈 你看我真的被录取了 儿子 我想你是最棒的 她应该有一个很灿烂的人生 可她从国外回来以后 很快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情绪变得很烦躁 那个时候 我和她爸已经从老屋搬出来 住在了市中心 小龙执意要住在老屋 我最后悔的 就是到处为什么要听她的 我应该在身边陪她的 我和她爸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从上绝路 这好好的孩子 她怎么就这么喊心地造了 那 阿姨 你知道傅一博吗 小龙的死跟她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 她不说小龙是围得化死的 我不相信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小龙就是背她话之后 因为才变得失常 最后 孩子杀了 阿姨对不起 我不该提这事的 阿姨 阿姨 不辽不得了 又不得了 她不得了 她在摆了 她不得了 我逻辑了 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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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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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画那些画 你为什么要诅咒他们 都该死 该死 该死 我妈欺负你了吗 你为什么要诅咒他 还有老李夫妇 还有那个马小龙 你认识马小龙 你认识他 你跟我说 杜与伯 杜与伯 你认识马小龙